黄幼鼠孔老师终于抓到猫了 今年接着到目前为止 孔老师的抓猫业绩是负一 之所以不是零 是因为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孔老师又把我突如抓到的一只小橘子给奉跑了 所以孔老师今年的抓猫业绩从零降到了负一 而我这次正好出差去外地有人求助 家里来了一只流浪妈妈把小猫生在了仓库里面 一共有三只 而最近大猫又发起了迹象 所以得赶紧把小猫抓了找领养 大猫给绝育 免得又是一窝 而绝育的钱求助人出 所以孔老师就带着队来了 孔老师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抓到了一只小橘子 孔老师把这个小橘子放进行无箱的时候 手划了还几次才抓到 所以就给这个小橘子取名叫有点划 而另外两只还躲在这个大武将里面没有出来 只能下笼子试一试 看能不能诱不到 孔老师把笼子下场不一会很顺利地抓到一只小橘子 所以就跟小橘子取名叫很顺利 这个时候猫猫来了 猫猫长得烟熏火了的 感觉像是刚从窝地下钻出来一样 所以就给他取名叫烟熏火了的猫猫妈妈 刚把笼子放上烟熏火了的猫妈妈就进去被抓住了 刚抓住烟熏火了的猫妈妈 最后一只小猫就出来了 孔老师把笼子放到了房间 让烟熏火了的猫妈妈当幼儿很轻松地把最后一只小猫也抓住了 这是一只小三花长得还是挺漂亮的 孔老师把他转移到航空箱的时候 手划第一次没有抓稳 这对于黄友说孔老师来说 手划是一种习惯 所以就给他小猫取名叫划习惯了 孔老师把划习惯了放进了航空箱 对比之下几个小猫和他妈妈的颜值 我只能说他们的爹真能下得去手 三只小猫和猫二百抓到后送到了医院 三只小猫都非常的有猫的 虽然有点害怕 但拿在手里是给路给包给亲亲 虽然这三个小猫是孔老师带队抓的 但是是用工具抓的 严格来说孔老师突出抓猫的业绩依然是负1 毕竟孔老师给我放跑的那个小橘子 是我突出抓到的 今年孔老师的目标就是能亲手抓到一只小猫 实现业绩从负1到0的突破 现在孔老师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大喊几声 我一定要抓到猫 还会驾驾驾YES一下激励自己 而我出差的时候也没有闲着 顺着抓了两只小猫 主要是去年因为阿里云猪同学来简单出差的时候 参观我们办公室 现在小赛买他们跑步用的这个机器 就是猪同学送的 他们负责宠物租责妹子 从我猪同学也和我们有了联系 他问我什么时候来杭州出差 还可以的话帮他们抓个猫 最近有两只流浪小猫 是他们的一个员工家手在一直围着 因为杭州现在是没有季节 小奶猫在外面流浪还是挺危险的 希望我能帮忙抓一下 如果抓到的话 他们可以找领养 然后出差的时候就顺着过来了 这两只看上去倒像是烟雨活了的猫啊的孩子 这回家小姐姐只知道我是过来帮忙抓猫的 不知道我是谁 聊起来问我老家是哪里的 我说山东呢 他说里面山东有个专门抓小猫的 成天给小猫取乱七八糟的名字 非常的不走心 原谅我的形象在别人的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我也不好意思说那个人就是我 我只能说 也不能这样随便顺人家 我原本以为小猫不好抓 还提前让他们准备了一个捕猫龙 只是他们还在路上还没有到 我就先调一调下两个小猫 并且和他们谈好路条件 一个猫条可以让我摸一下 虽然他们不要摸脸 但我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有便宜可占 于是我给了他们一个猫条 两个小猫抢着吃 虽然两个小猫吃饭比较凶 但还算是比较有猫德 其中一只吃了我的猫条 还算顺从地让我摸 可是另外一只不讲道义 吃了我的猫条 竟然让我摸得不情不愿的 太没有猫的了 直接被我提出起来 进行猫道教育 这个小猫长得一半戴帽一半举 后面看还像个泡马步 可以说是长得乱七八糟的 我又刚被人吐槽给小猫取名 都乱七八糟的 所以一个小猫取名叫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说还想要猫小吃 并保证乖乖让我摸 于是我又给了他一根猫条 可是我摸他的手 还是不太配合 太不将成型了 这对抓起来进行猫的教育才行 然后我就把乱七八糟抓了起来 塞进了八袋 此时此刻恐怕是看到 估计口水都能流下来 现在还剩下一个小猫了 这个小猫刚刚被我摸的时候 还比较慎重 而刚刚亲眼看到 自己的姐妹被绑架 吓得不敢出来了 正好他没送不忘龙 也送到了 就像龙子试一试 小猫就往不忘龙 那转了一下就躲起来了 等了半天小猫还是不出来 正好他走在墙后面 休息的时候 我上去一把 把他从墙后面 滴露了起来 把他给抓住了 既然小姐姐说 我给小猫取名字不走心 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不走心 两个小猫抓到后 猫突然出现了 说认得我 三号楼早就把我的罪恶罪恋 散播的猫狗戒指 没有办法 我只能给了猫妈把两个猫条 来摆成这个事 等我回去后 非得采击叫三号楼 到处摆还猫到学院的名声 让我白白省湿了两个猫条 两个小猫抓到后 我就交给他们 他们带着小猫去做了体检 体检发现小猫分辨中有虫 就在医院给小猫做了个取虫 然后给小猫找到了赞助的地方 等他们两个适应了环境之后 再就带疫苗 现在乱七八糟和不走心 两个小猫 在暂时居住的办公室 已经适应了 而且领养信息一发 内部领养人已经排队了十几人 虽然他们两个长得是乱七八糟的 但是领养他们 还得是竞争上岗 竞争压力丝毫不压意 甚至加薪 而孔老师带回来的有点滑 也被领养了 在领养前 怪怪的剪了个指甲 非常的有猫头的样子 剪完指甲就被领养人带走了 而很顺利刚来的时候 时刻准备逃跑 每次帮他清理工作的时候 都想妈妈跑出来 每次堵住满房间的 为之堵集都知道他 但我们毕竟是猫砖科 经过系统的培议教学 很顺利的专身美了 变得有猫头了 可以被领养了 至于滑习惯了 也是猫头具备 等着被领养 他们英雄和雕的妈妈妈 我已经答应了 送他一批好好去一套餐 至于三号楼 都把猫头学院的名称 带回到省外了 必须踩两脚